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身逢亂世 半生戎馬 幾度沉浮 一生充滿傳奇色彩 有人說它是金三角獨銷 有人說它是緬北豪傑 彭嘉生去世後 緬甸國崗地區何去何從 緬甸國內局勢將如何發展 《鳳凰聚焦》正在播出 國感王倔強的一生 歡迎收看《華潤鳳凰聚焦》 2022年2月16號 原緬甸善邦第一特區政府主席 彭嘉生 在緬甸善邦孟拉的家中去世 他年94歲 這位被外界稱為 國感王的緬甸人 有著中國血統 能講一口雲南口音的普通話 在長期戰火紛飛的緬北地區 是遠近文明的人物 他戎馬一生 跌宕起伏 極起起落 可以說是緬甸北部地區 動盪世紀的縮影 2022年2月16號 緬甸國感地區民第五 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發布布報告 原緬甸善邦第一特區政府主席 國感王 彭嘉生 當天因病不治身亡 中年94歲 副告說 他的故去是國感民族解放事業的重大損失 是國感民族及在緬華人的重大損失 緬甸是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的重大損失 當天 緬甸國家委員會主席 三軍總司令敏昂來大將 雅碧中將 退役准將吳登左 都向彭嘉生家屬指宴殿 彭嘉生1928年生於緬甸國感 他的父親彭基昌共生妻子 彭嘉生是長子 關於彭嘉生的家事 坊間有兩個比較流行的說法 一種說法是幾個反清的明代祥將 流落到國感地區 在那裡休養生息 準備復明 後來 反清復明無望 從此就把根扎下來了 另一種說法是彭嘉生本人 生前曾多次表示 自己的祖輩因躲避戰亂 從四川一路南下 來到國感謀生 後來發了家 市居國感 國感地區位於緬甸北部的善邦 面積約2000平方公里 有14萬人居住在這裡 九成都是國感人 也就是中國的漢族人 主要是明末清初流亡到這裡 囤懇的明君後裔 國感在明清時期 規劃在中國的版圖之內 在1897年 因為清廷和英國簽訂了 中英蓄益顛免條約付款的合約 而化歸為英國殖民地 在這裡 世代生活著的中國人 也突然間就成了緬甸人 在歷史上 緬甸一直被中國 視為小邦 發生過多次戰爭 對於突然合併而來的國感華人 自然有著極高的戒心 所謂非我族類 齊心斃毅 國感華人和緬甸政府 多年的矛盾和恩怨 也就此開始 我們是談談過 華社會大民族 人家說市街上最大的民族 是中華民族 當然 現在我們在國外 這樣一點武家可貴的 就在現在的情況 那就變成活五年餓了 知道五年餓嗎 沒有爹嗎 你餓你嗎 始終是受人的欺負和養胖 在緬甸的歷史上 曾出現過數次徘徊活動 為了割裂他們與中國的關係 這塊土地上與中國漢族 同宗同脈 習俗語言 都完全一樣的漢族人 在緬甸的官方文字和語言中被規定 不能叫漢族 於是這片土地上的居民 被迫敢稱為國感人 成為緬甸135個少數民族中 合法的少數民族之一 緬甸共有6000多萬人口 緬族佔6成多 其他134個少數民族 2000多萬人 大部分生活在邊緣貧窮的 緬北山區 也是長期困擾緬甸的主要問題 少數民族一直在為爭取緬甸的 國民待遇而抗爭 就是它不貧的嘛 它大緬甸是專政嘛 所以我們就是當中 我們所謂說 為什麼 一是我們要和平 二是我們要民主自由 三是我們要自己管得自己 我們不要佔領的國家 但是你為什麼來緊張我們 為什麼來強強我們 不當是軍事上搶下打我們 政治上搶奪我們 這個軍事上搶奪我們 政治上來侮辱我們 不可我們守護者 一方面是政治地位得不到承認 另一方面地理的阻隔 交通的不便與歷史的恩怨 又造成了緬北 與緬甸內地的溝通不畅 一直到現在 國港和其他緬北少數民族 要走出自己的特區 到緬甸的其他地方 仍然需要辦理各種通行政見 人為的阻隔和天然的屏障 更讓緬甸的少數民族 與緬甸政府之間衝突不斷 從1960年開始 緬甸內戰斷斷續續打了60多年 你是緬甸人嗎 我們是緬甸人 這樣說比較講不通 他就是講說大緬族主義 他一直不斷製造成 是他所有的緬甸民族 他不欺負 1965年 為反對大緬族主義 彭家生起兵反抗緬甸政府 帶領30多個人上山打游擊 這些人也成為他後來 賴以發家的老底子 兩年後 彭家生又帶著隊伍 加入了緬甸共產黨 1968年 率領這支經過整訓的 緬甸人民解放軍 將政府軍和其他勢力 趕出國感 從此開始了國感王的生活 也不是反抗的 就抵著打了 你來打嘛 我就陪你抵著打 你不來打我就送了嘛 因為我是活平者 我不願意打仗 但是你來打 你不打我的就送我 反正就陪你打 在整個緬北地區 華人總共有600多萬 他們生活在面積 只有20多萬平方公里的 緬北山區裡 除了國感人 還有善族 也就是中國的 歹族 瓦族 克欽 德昂 等其他大大小小幾十個 與中國有著千絲萬縷 聯繫的民族 過去幾十年 緬甸與泰國 老挝 中國 三國交界的地區 因毒品的氾濫 被稱為金三角 是全球鴉片的主要產地 國感就屬於這一地區 與縱橫緬北的 其他軍閥一樣 彭嘉生也在國感 開展鴉片的種植 販賣 在歷經緬北數不清的 背叛 毒患 黨徵和內亂之後 彭嘉生幾經臣服 於1989年成立 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 牢牢掌握了國感地區的 軍政大權 此後 按照彭嘉生的說法 他做了三件事 開啟緬北和平 禁毒 和促進國感經濟發展 1989年 彭嘉生領導的國感民族武裝 第一個與緬甸軍政府 達成和平協議 實現了停火 隨後 緬北多個地方武裝 也陸續與緬甸政府 簽訂了和平協議實現停火 彭嘉生認為是他第一個 開啟了緬甸的和平之路 實現停火後 彭嘉生又在緬北第一個 提出了禁毒 在國感推行鴉片的四禁措施 禁種 禁制 禁犯 禁錫 並強力組織其他替代農作物的種植 禁毒是下來了 我們在國中解釋 因為你有個年事 是的 禁毒 你必須要有個人民生活 有個詮詞 現在如果是最困難的問題 我就考慮這個問題 禁毒 下生命令可以做得到 但是那些人民生活 不得事不得事 怎麼辦 所以必須拿精神來補助它 國感20年的和平 與彭嘉生的經濟改革開放政策 讓當地的民生得以重建 國感也成為緬北最富裕的特區 被稱為中緬邊境的小澳門 彭嘉生身兼多職 全市也如日中天 一時成為國感的民族英雄 2009年4月29號開始 緬甸政府軍先後五次 與國感特區政府接觸 要求把國感同盟軍整編為 緬甸邊防軍 彭嘉生拒絕了緬甸政府的要求 8月8號 緬軍藉口發現毒品工廠 派出100多名全副武裝的軍人 開進國感 按照20年前簽訂的和平協議 緬甸政府軍是不能隨意 進入國感地盤的 之後 緬軍在工廠裡 沒有發現毒品 只好藉口禁毒行動中 發現彭嘉生涉嫌私造軍火 向彭嘉生施壓 這時 作為彭嘉生的老部下 1967年就和彭嘉生 一起打天下的白鎖城 又在8月25號返水 宣佈自己為國感主席 並宣佈了特區新領導的名單 把原主席彭嘉生 及其家族重要人物 通通排除在領導名單之外 緬軍更進一步 派出一千多人的部隊 徹底對國感實施了佔領 外有緬甸政府軍大兵壓境 內有白鎖城等親信的叛離 彭嘉生被逼出逃國感 踏上了流亡之路 輾轉到過泰國 馬來西亞 新加坡 還因為嚴重的膽劫時 差點喪命 當時 他已經78歲高齡 彭嘉生突然露面 重組同盟軍 在克勤等地與免國防軍激戰 同時宣稱 不放棄武力光復國感 你說八八四斤 我們心心相擁 老婆心有的自己的床 大家國台名 為什麼你們打 第三大砲來打我們 國感八八事件之後 有人認為彭家盛世維護 國感民族利益的英雄 白鎖成背上了叛徒和漢奸的馬 但是也有人認為 國感淪落到今天 正是彭家盛一手造成的 當時唯有與緬甸政府和談 才能避免國感地區 遭受戰禍的滅定之災 我們也打不贏你們 我們應該承擔 因為你們是個國家 我們是個地區 但是我們是持有保護自己的作用 那麼你拿機場大砲來對著我們 而這大砲 結果是什麼原因 我們也不理解 這裡是老街 國感群山峻林中 一個不算大的平坝子 也是曾經國感的政治經濟中心 離中國雲南正康縣南散陣 只有15公里的距離 過去 兩岸邊民來往頻繁 經濟生活都呈現出 高度中國化的傾向 雙鳳塔是老街的標誌 也是老街最繁華的商業中心 老鳳香金鋪 台北金鋪 中國移動 聯通 電信的手機商店 隨處可見 街上的店鋪全部都是漢字標示 但現在 毅然蕭條的街道上 人們懷孤獨屬 人都沒有來了 為什麼 走光了嘛 昨天走的還是 昨天晚上就去 昨天下午開始 聽說在市裡面打槍了就咋了 市裡面 嗯 市裡面沒有 沒什麼 就在那邊嘛 嗯 但是在山上沒在城裡面 哦 大家還是不怕 好就做不好 明天我就回回到中國了 我當地時候不是那麼打仗的 還是活平時間 在二十多年那麼活平 但現在就像老虎一樣 哎呦 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那麼這樣呢 我說 我不是老年想打仗 而是你們小年打仗 你們要打我 不是只得交給你們打了 那就幫我 就又從 又從著年老就晃 怎麼說的這個 有了黃銅嘛 又轉到年輕的 又走上戰場之路 2015年元旦 國感同盟軍隆重舉行 慶祝311組建大會 當時總兵力有五個旅 八千多人 彭家勝的大兒子彭德仁 出任國感同盟軍司令 2015年2月9號 國感戰士打響 老街成為了攻守雙方的焦點 怎麼幫呢 比方法情況還定了打 這個戰爭就越打越大 所以打了 現在估計還 今晚還要看看情況 現在還要打到最後 打到最後 但我們這個戰爭 第一這個戰爭呢 不只打到 估計是會是有過持久戰鬥 所以說 假如我們走 老伯仙拿肯尼亞都在等 甚至反戰都被操作 所以說 現在我們打也要得打 不得打也要打 這就是投入人民群 都能夠生存 所以這個效果情況 這個戰爭就是 我們雖然 不是說要搶佔一個打一個光啊 現在搶佔一個什麼民族的位置啊 我們沒有知道 我們要求救我們的生存 然後民族的暗地努力 就是暗地努力 是這個意思啊 隨著戰事的推進 緬甸政府軍的戰機 開始對周邊山地進行轟炸 直升飛機也在市區盤旋 遠處的山頭不斷傳來槍炮聲 大批老街居民 還在湧向中緬邊境的南散小鎮 另一部分人 則南下蠟樹和曼德勒等地區 你們幾點過來的 不 幾點了 幾點了 搞不上放 聽見大炮聲又跑去了 今天你聽到炮聲了 你們聽不聽啊 這邊我沒聽見了 槍的聽見了 你今天聽到槍聲了 到時候才打的 幾點聽見了 四點 中國時間八點左右 八九點左右 八點 八點左右 大概什麼時候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啊 這個就是這麼說的 嗯 離雙鳳塔100米左右的 林鳳酒店 是還在開業的旅館 老闆一再表示 自己是不會離開的 因為這棟樓 是從別人的手中租借 費用極高 如果停業 自己一輩子的心血 就要搭水漂 這棟樓 你鑽水垃啊 你鑽嘛 我聽到牠磅 我去鑽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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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都不趕緊 看都不趕緊看 聽到想起了 我去鑽一下 這個鑽一下 這個鑽一下 不是不是 或者是有垂垂扛 還不是要把這個收住 你去鑽一下 你去鑽一下 鑽一下鑽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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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一下鑽一下鑽一下 鑽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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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 政府軍的直升機 在老街不斷起降 遠處 可以聽到 戰鬥機掠過的聲音 開火 那邊開火了 現在已經噴灑路了 噴灑路邊的 鑽一下 昨天把他牢裡面把我搞的 他把他給他背紙打我車 他說你們中國人 半分量是打我們原來的 他說 往下都要死我車 在哪兒啊 在哪兒讓你背紙呢 動車 沒什麼事 過了十五號 過了十二號就要救我了 今天一會兒救我 因為他拿個什麼 真是日本吧 國感同盟軍 與緬甸政府軍開戰已有數天 老街也上演了幾頁劇烈的攻防戰 這是老街街頭的氣氛高度緊張 消禁後 城市的所有制高點 都佈置了緬甸國防軍的暗哨 和狙擊守陣地 來到這裡真的身不由己 我勸各位 反正就是同盟人吧 都不要過來這邊 不要知道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簡直就是魔鬼 魔鬼地獄 真的 不光國感特區的首府老街 周邊鄉鎮的居民也紛紛收拾行李 開始逃難的生活 與國感接壤的中國雲南 和其他緬北地區 戰爭造成了逾六萬人流離失所 按照民間的統計 在鄭康 耿馬 蒼園 綿延數百公里的 雲南中緬邊境線上 國感湧入中國的難民 應該在十萬以上 就想過去他給國了吧 身份子我的身份子打死掉了吧 中國人 打死了是什麼意思 打死了吧 丟掉了吧 人家偷掉了吧 還沒辦錯了吧 不辦還沒不辦過來 老街繼續著夜晚的激戰 白天的搜捕 沒有走或走不了的人們 慢慢地也就把這些威脅 當成了習慣 大部分的人覺得 自己五年前已經經歷過緬軍 趕走彭家生的戰鬥 也就四五天 世面就恢復了平靜 而這次 彭家生要趕走緬軍 兩方無論誰勝誰負 頂多也就十來天吧 而兩個多月過去 才發覺敵對雙方和受害的市民 都低估了這場戰事的殘酷和持久 最終 彭家生被擊敗 只帶著幾十個人逃出 假如說 我要想投下打的話 要說各種 但是我一個人有什麼用途 我吃了吃不了多少 從外差不了多少 你跟我回去打包 我拿了做什麼 我現在要的是什麼 讓我的人民群眾得吃得闖 讓我的人民群眾得平平的 讓我的群眾安生了年 安靜了年 在一個活血的時候就對了 再度吃了敗仗的彭家生 當年已經85歲了 一代果敢王 面對殘酷的現實 也不得不服老 只能走悲情路線 在網上發布了一封 《汽血告全球華人書》 其中有 奈何民族大義當前 舍此殘生 必為家鄉父老和國感華人 重新爭取到 民族自治和地區自治之權利 今特告我世界華人同胞 願以同根同族為念 出錢出力以救我百姓 結尾他說道 85歲彭家生扣手 這封公開信 被稱作字字氣血 奈何果敢不相信眼淚 心勢力崛起 年脈的彭家生 已無回天之力 我們多少 傷亡的人 已經流落在外 五年半的時間了 那麼我們還有很多長次 也很想念家鄉 想念父母 想念妻女 也想念親戚朋友 在窮戒江陽到來的時刻 大家流落思想 思情的思想 所以說想回去 看看自己的家鄉福老 2022年2月13號 緬甸民族團結與和平協商委員會 在內比都和平中心 召開了和談會議 六支已經簽署全國停火協議的 武裝的代表 與三支暫未簽署 停火協議的武裝的代表出席 在這次和談會議上 緬甸民族團結與和平協商委員會 主席雅別中將 邀請各方武裝參與無限制和平談判 在此前一天舉行的緬甸聯邦日慶典上 三軍總司令敏昂來大將呼籲 在鞏固已有和平的同時 讓還未簽署協議的武裝 也加入到和談進程當中 讓緬甸重新走上和平之路 各方攜手促進發展 建設真正自由民主的聯邦國家 召開和談會議後的第三天 2022年2月16號 這個見證了國感全部歷史的國感王 原緬甸善邦第一特區政府主席彭佳生 在緬甸善邦孟拉家中去世 享年94歲 但他的逝去並沒有給緬北的動盪畫上句號 經濟學人評論道 緬甸北部地區任何的變動 最直接感受到衝擊和壓力的 是中國雲南當地政府和居民 緬北的穩定 直接關乎雲南的地方經濟和民心安定 也事關中緬關係大局 彭佳生是個複雜的歷史人物 對他的評價也是褒貶不一 彭佳生去世後 緬甸國感地區將何去何從 從現在的局勢來看 當地武裝與政府軍的軍事衝突仍在繼續 除了國感同盟軍 緬甸還有若開軍 克勤獨立軍等多股的武裝 緬甸軍方無力完全剿滅這些地方勢力 這是深刻的歷史原因造成的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緬甸國內的和平民主和發展的道路 還任重道遠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鳳凰聚焦》 我是陳琳 再會